同学要看到第二题 好,来 他说那是属于对仗的句子 对仗有哪三大要求 对仗 老师一边向班上同学说明课文内容 还要不时回头看看在线上上课的学生反应 新冠疫情持续升温 不少学校都出现停班甚至停课的情况 为了不让学生学习中断 金融市政府从5月3号起 采取远距与实体融合的上课方式 并由家长决定子女是否来学校上课 以金融市成功国中来说 全校263名学生就有158名选择在家学习 有的班级因为全班师生都居隔 所以才远距教学 整个教室变得空荡荡的 有的班级则是全员出席正常上课 还有班级因为有部分学生选择在家上课 而采取实体与远距融合 选择到校上课的学生说 还是在教室感觉效果比较好 觉得酷喔 全班已经过班没有人来 过班没人啊 因为全都在线上 都在线上 这样你学习觉得感觉怎么样 就不太好不能见到同学 就是考试的话会被 那个成绩会就是被倒着 所以拍了 老师可能会怀疑上 你考试会作弊之类的 然后就把你成绩搭下去 那会不会也不想来上学 想要在家里线上就好 还好不太会 还为什么 因为比较停的 就是效果比较好 老师责认为 设备充足下 远距与实体融合上课不是问题 如果学生在家上课的学习效果比较难掌控 有很多不同的样貌 比如说有全班的这个 居隔的 这是一种样貌 那也有是老师在居隔的 那老师线上上课 学生在教室里面 那也有实体 就一般我们的这个实体的上课的情况 那另外还有一种是 有一半的学生在教室 那一半的学生是在家里 这种的状况 这种的难度会比较高一点 如果有在线上的话呢 毕竟还是隔了一层嘛 所以他的认真度 我们比较不能掌握啦 对 那当然就是突然问问题 他如果可以回答的出来 表示他有认真在听 但是常常就是 因为他不能开麦克风 就是我们没有问他话的话 平常不能开嘛 不然那等他开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你是不是就太慢了 是不是在恍神中这样子 对对对对 就差隔这么一层啦 金融市长林又昌也特别到校了解执行情况 林又昌强调在疫情持续下 多种样貌的上课模式将成为常态 透过实体与远距融合的上课方式 让家长有更多选择性 也让学生受教权益 不受疫情影响 我想这是未来会变成一种常态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那有的人是在居家 有的人在实体 所以怎么样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呢 更重要的是提供我们的家长 也可以是他自身的一个情形 来做一个选择 所以小朋友可以选择实体上课 也可以选择在家上课 我想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我们也已经做好准备 根据金融市政府教育处方面统计 实施实体远距融合上课首日 金融市立高中 国中及国小学生 在家远距教学的人数超过一半 达51% 教育处方面表示 实体远距融合的上课模式 将持续到疫情和缓 停班甚至停课的状况减少为止 记者张祈腾 基督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